明天831游行 文鎮本來向警方申請 明天831游行 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結果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 文鎮今天正式提出上訴 最後上訴失敗 警方反對通知書的理由是這麼說的 警方在記者會中說 這不是草率的決定 因為過去兩個月 文鎮或主辦方申請的活動 差不多每次都被騎劫 有暴力示威者混入和平集會內 並演變成衝突 有人吹噓 831是一條死線 鼓吹是不排除犧牲的可能性 顯示活動為高風險 警方沒有辦法 下一個決定要禁止 警方有方法處理所謂 明環不寧堅持出來的示威者 民陣遊行的終點是中聯辦 是否因為這樣而禁止遊行 警方發言人說 警方有獨立風險評估 終點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近日多次 警方多次反對遊行 是否削弱市民遊行集會的權利 香港在哪裏適合遊行 港島總指揮官郭伯聰 那個回應 就說不是一刀切 會按著不同路線做決定 過去有些遊行集會也獲得批准 證明有適合的地方 大嶼山 大嶼山大東山上 看的芒草和雲海是最好的 那裏不會有任何衝突 不如好嗎 那好吧 當然民陣或民主派都非常憤怒 對於警方的決定 最後上訴委員的決定 是否將香港剝奪香港市民的和平 集會遊行的權利 亦激起香港市民的怒火 上訴是失敗的 失敗的原因就是 彭建基 上訴委員會的主席 彭建基法官 維持原判 就說參與集會和遊行人士 以及公眾秩序的安全構成 嚴重威脅 再加上去日遊行和集會進行的時候 以及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 維持警務處的決定 並撤銷上訴人的上訴 民陣的製作人 岑子傑就說 上訴失敗 就會申請在其他日子遊行 直到申請成功為止 亦宣佈 明天的遊行是取消的 強調是不會舉行不合法的遊行 大家記得有好幾次 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之後 負責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 申請人 宣佈了不參加遊行 或者是自己一個人去逛街 最後的結果 遊行也會出現 當然這是非法遊行 於是連申請人也被拘捕了 我不知道岑子傑宣佈說 明天的遊行取消 會不會在明天取消之後 有人會繼續上街遊行 又會把岑子傑拘捕呢 因為今天香港 任何你認為違反常識 違反邏輯的事 今天也有機會發生 我想評論一下 民陣的趙澤民 岑子傑 說取消明天遊行的決定 我看到有一些討論區 對這個決定是不以為言 甚至是 批評得很重要 說民陣的做法是否退縮呢 大家記得上一次 風雨中抱緊自由 民陣的遊行 都被警方作出反對通知書 於是民陣 民陣在維園做集會 集會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知道 一百七十萬人 整個維園 站滿了 可能是十多萬人 一百七十萬人 絕對不能聚集在維園 於是 民陣做了一個 流水式的安排 香港遊行人士進入維園15分鐘 然後就走出來 讓其他人可以繼續進去 一百七十萬人 在非常急風暴雨 這個環境下 仍然樂役不絕 幾乎將整個港島 站滿了 走滿了 遊行 沒有不反對通知書 嚴格地說遊行是非法的 但是 參與的人 我不是去遊行 我只是去維園集會 不過在維園太多人 我迫不了進去 於是 一定會在外面 沒有辦法 一定會在外面 慢慢排隊進去維園 於是整個港島區 幾乎滿了 警方反對他們遊行 又讓他們集會 一定要出現這個情況 大家都知道 這次 沒有集會 亦不讓遊行 在這種情況下 維園的情況 再一次出現 機會是美乎其美 如果民陣 繼續堅持 即使有反對通知書 繼續去參加 繼續去舉辦 不僅是對民陣的召集人 構成法律風險 對所有參加者都構成法律風險 民陣的遊行 一向是和理非 一向是和理非 一向是紀錄良好 亦是紀錄良好 固然警方提出反對 完全是沒有道理 將遊行之後發生的衝突 賴到民陣 亦是全無道理 但是今次 警方斬燈撤跌 而上訴委員會 也是上訴失敗的時候 民陣沒有辦法 只可以用這個安排 取消遊行 至於有沒有其他人 會繼續這樣做 這就是其他人的事 跟民陣無關 因為民陣和理非的遊行 要對那些和理非的人負責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也覺得 警方這樣去剝奪香港市民 和平遊行的權利 其實是違反基本法 違反人權法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唯有取消 即使不取消的話 其他和理非的人 會不會冒著法律風險 走出來 就像風雨中抱自由的 170萬人的集會 變相遊行 其實是很難說的 在這種情況下 民陣是一個穩妥的做法 亦是對參與遊行的人士 或者打算參與遊行的人士 負責任的做法 絕對不是退縮 退讓或者妥協 你問吧 如果將來 都是這樣的話 每一次遊行 警方都提出反對通知書 那是否不做呢 每次提出反對通知書的機會是極大的 我想每一次 看看民情民意如何 每一次作出評估 這很重要 我認為對於港大和理非的 參與者 他們亦有自身的考慮 不值得去冒法律上的風險 或者甚至被拘捕的風險 去作出勘行 在遊行的前夕 其實警方做了很多動作 首先他在昨晚 29日晚上 在機場 拘捕了被取締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 被警方扣留 然後在有組織及生物會調查後 指控他在7月13日光復上水行期間 涉嫌參與暴動及襲警 現在陳浩天正在接受調查 除了陳浩天之外 還有 大家今天看到 警方做了一個 我認為也頗離譜的 一個做法 就是把香港眾志的兩個成員 秘書長黃之鋒和 其中一個成員周庭 都被拘捕了 黃之鋒在當街當巷 在香港仔 當街當巷走去搭地鐵的時候 就夾了他上私家車 周庭就去家裡拘捕他 告黃之鋒和周庭什麼罪名呢 其實就是 告他在621 第一次包圍警總 事件中 總共告他三項罪名 一項是 煽惑他人明知而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另一項是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這是交替控罪 周庭被告 一項是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這些用英文翻譯的中文罪名 一時來說很難明白 這些交叉控罪 或者交替控罪 總之就是 說他煽惑他人 去參加這些非法集結 香港眾志說 在621的包圍警總事件中 說黃之鋒和周庭曾經作出這件事 另外除了陳浩天 黃之鋒和周庭外 還有沙田區區議員 亦被拘捕 在新城市廣場事件中被控襲警 亦有人形容這次事件 就是830大抓捕 就像當年 大陸的維權律師 709大抓捕 大肆拘捕 這些反對人士 亦有很明顯秋後算帳的味道 當然你說 為何不是當時抓捕 為何現在才抓捕 例如包圍警鐘事件是621 到現在已經是 兩個月的時間超過了 兩個星期是抓捕 為何要兩個月才抓捕 為何在831前夕才抓捕 有這樣的說法 其實他想去激慶 激慶香港人 這些在香港的年輕領袖 被捕 亦有很多和理非對他們相當愛惜 是否想激慶香港人 會在和理非遊行活動中 表現勇武 警方可以振振有詞地打壓他們 我覺得這個機會極大 這種做法的機會極大 可能警方整個盤算是這樣的 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給你 如果民陣堅持 或者有些人堅持 因為憤怒 因為抓了周庭 因為抓了黃之鋒 或者其他有些陳浩天的支持者 堅持出來遊行 警方就大條道理 因為激刑這班人 就大條道理 你參與或者組織 未經批准的遊行 而進行大規模的 拘捕 打壓 OK 而且可能衝突 是非常激烈的 他鎮鎮有詞 因為這是非法的 非法的集結 他鎮鎮有詞 如果民陣不是說 取消了 即使民陣是取消了也好 都激興大批人出來 這樣做的話 他就鎮鎮有詞 藉此用大拘捕 大搜捕的方法 鎮鎮有詞 去打壓這班示威者 大家記住 現在特區政府 在等一個時機 開始的時候有一個說法 就是等831 831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死線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它是等831如果出現大規模衝突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很好的藉口 去實行緊急法 一個很好的藉口 因為 已經是out of control 已經是ungovernable 失控了 已經是無法管治 於是用一個很好的理由 最好 你出現不單是 一般的街頭示威 不單是扔石 最好是大規模種火 搶掠 兩幫群眾武鬥 於是他就大條道理 實行緊急法 停止所有遊行示威集會 剝奪香港人表達自由的權利 可以查報館 可以瘋狂聯網 可以凍結一些人或公司的資產 譬如612人道基金 現在宣佈有7千多萬 其實是高危 政府可以鎮鎮有詞 凍結這些資產 因為這些資產 協助反政府的人士 以人道救援作為借口 去做這些事 亦會有很多緊急的立法 不需要經過立法會 譬如現在民建聯手工聯會 倡議的反蒙面法 又或者可以取締很多 他認為非法組織 而且亦可以將 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無限期推遲 在外國 將國家或地區 進入State of Emergency 所謂緊急的狀態 很多時候 都會將選舉暫停 無限期推遲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 我覺得整件事 反對831的集會和遊行 然後在831的前夕 大規模地拘捕 他們認為反政府分子 其實就是想激起民眾的憤怒 借一個很大的藉口 去實行緊急法 我在這裡分析過幾天 關於緊急法 其實真的搬起石頭 扔大陸的腳 大陸的輿論 不停地在吹噓 環球時報的老鐘 來了香港 胡錫進 可能會對林鄭 或者一些主要官員 做一些專訪 現在有這樣的傳聞 然後就從他們的口中 比如說從林鄭的口中 去解釋有關緊急法 實行的法律理據是什麼 所謂用法治的方式 去自暴濟亂 林鄭已經到了一個 極度可憐的景點 她已經不相信香港的媒體 即使是很親政府的媒體 除了文貝大公 她很久都沒有 向香港的媒體做專訪 我相信反送中的運動以來 第一個接受專訪的 可能是環球時報也不定 這份極左的 在大陸 比西方認為民族主義的小報 極左的小報 你看得到 整個特區政府 在等一個機會 要實行緊急法 我完全想不通 實行緊急法 對誰有好處 誰最害怕 你所謂用法治的方式 指暴濟亂 所謂指暴濟亂 是否真的可以指暴濟亂 又還是平息一時 這個緊急法 除非你長時期實行 像蔣介石一樣 動員堪亂時期 臨時條款 長時期戒嚴 長時期廢除憲法 即基本法 長時去剝奪 台灣人的自由 台灣的憲法廢除了很久 動員堪亂時期 長時期 推遲議會選舉 除非是這樣 如果不是 這個緊急法實行之後 終有完結的一天 是不是 三個月也好 半年也好 你說香港社會 是否就這樣 可以服從你的管治呢 其他人好像乖乖地聽話呢 如果你稍為有一點政治分析 這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 所以大家一直都想不通 究竟林鄭在想什麼 有一個說法 今天路透社有一個獨家的消息 我待會回來詳細說 說 這個五大訴求 為什麼林鄭都全部不答應 來自政府的消息 來自建制的消息 就是說 是中央政府 強硬要求 林鄭一步不能讓 我應該回來跟大家 講講這篇報導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 800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如果你想寫劃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要再寄到數碼 我已經改了地址 九圍馬安山郵局郵箱 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